世界最大的商业地产投资服务公司 世邦卫理事 昨天他们在最新研究的 全球生活报告城市指南当中指出 全球十大年平均住房价格涨幅最高的城市当中 亚洲占了四个位置 那么上海和北京分别是以14%和12%这样一个涨幅 位列在第七和第八 那么对于上海来说 由于一系列政策调整 明显起到了刺激购房需求的作用 上海住房销售情况 在过去一年是出现了大幅的回升 报告数据也显示出 上海的住房价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4% 平均的房价是362,900美元 那北京的住宅市场的平均房价 年平均上涨是12.4% 平均房价大约是在367,568美元 平均房价格里达到了14天 各有',个平均房价格里达到了15天